副總統賴清德今天上午十一點 前往台南的白河參加河道的拓關工程 典禮不可以看到現場的維安警力 明顯的是有加強 他要上台的時候 兩名的維安人員緊跟在後 而在左手邊也可以看到 有好幾名的隨戶 都是在旁邊戒備 先帶您看看現場狀況 那麼有鑒於在昨天台南發生了 有開八十八槍的事件 也因此在今天我們也觀察到 整個維安警力特別的加強 不過在早上九點還原定 是要到夏營區來拜廟 但是卻在前一天的深夜 緊急的來取消 那麼市長黃偉哲也做出了這個說明 來聽他怎麼說 黃偉哲說由於早上的拜廟 會有很多的候選人前往 擔心人數太多 那麼也希望維安考量 能夠對於副總統的行程 減輕減量 那麼也因此 像在早上十一點的這個白河 是屬於公務市政行程 也因此會照舊 那麼隨著選舉腳步 逼近相關的選務行程 人會比較多 那麼相關的維安 也必須要更加謹慎